掌声有请 幸福心愿 持有人 你们好 来做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杨春 今年29岁 我来自陕西 我今年27岁 也来自陕西 哦 姐弟恋呢 你们是属于那种 你们的身高 对 我们是属于秀真人 然后我的身高是1米25 然后我老公比我能高一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QQ上认识的 基本上之前是农村的嘛 基本上不怎么出门 然后我朋友说 哎 你可以上网呀 还有聊一些QQ呀 也能就是姐妹呀 就从那时候我开始 玩开那个QQ 然后借借的就懂得 许多的这样秀真人 这样的团体呀 然后我们就进了一个QQ群 在一个QQ家族里边认识的 那么多秀真人 你怎么就想上他了 那么多秀真人呢 对呀 然后我妈就是 我说我要找 我就找一个秀真人 我不喜欢找正常人 想法呀什么的都不统一 不一致 你还嫌弃我们啊 不是 没有没有 最关键的也许就是说 人家开始是稀奇 如果过两三年 把你再抛弃了以后 你本来是这样子的人 再如果说抛弃了 离婚了以后 这样会打击更大 我就说 我就要找一个秀真人 然后我妈说 那我不管 只要你高兴 你幸福 然后我就说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必须得要找近一点的 一个地方的 你哪里吗 我陕西 他也是陕西 我们两次一个地方 谁追的谁吗 他追的我 他在网上先跟我聊天的 问我是哪里的 哪里 那你怎么回答的呢 然后我就说 我也是陕西的 然后他也是陕西的 你怎么就相中了他呢 那时候我也感觉 就是一个地方的挺近的 都是因为近是吧 刚开始聊 不怎么说 那你的意思 你是开始没有看上 我只是地方近是吧 就是一个地方近 然后就慢慢的聊了 好 我真才知道他的真心话了 他的真心话就是近 今天才知道 那你们俩出去 不是回头率很高 对 比如说最简单的逛大街 特别小的那些小孩都说 都会叫妈妈呀 或者爸爸 你看那两个小孩 又是怎么怎么着 个子那么矮 或者又是说 反正就是好听的不好听的 我们都真的接触过 你们会在街头 拥吻吗 没有没有 我们最多就出去 这拉着手了 家里人对你们放心吗 不放心 哪不放心 因为我有个姐姐 她比我还矮 她估计是一米一左右 然后她找了一个 就是个子特别高 一米 我姐夫估计有一米七左右吧 然后我妈就说 你看你姐夫那么高 你选择了这么矮的一个 你说以后最简单的 就是生活这方面的 最简单的 你们就以后连个吃水都吃不上 甚至挑水你们都挑不回来 吃不了 吃不上水 对 你们喝的也不多 然后我就给我妈说 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 不管什么困难 你都能克服得了 然后我就特别结齿 我就说我就要想找一个修正人 我就不愿意找正常人 其实她在你面前已经很高大 对我比她高一点 今天谁有心愿 我 那你来说心愿好吗 好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给小孩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谢谢 来 请回 有请工作人员拿凳子 我们慢慢聊 来 生孩子了 对 你们是一不小心怀上的 不是 就是我们刚结婚 然后过了有四十来天 然后她就感觉肚子难受了 然后不对 然后我们 然后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然后做了不是一个地钞吗 做了以后回来 然后医院说 她又有了 突然那种高兴 然后情思又没想着 说是要孩子了什么 突然的那一下子来了以后 确实挺幸福 一般来说 秀正人是不建议要孩子 对 对 所以我们心里想着 对 对吧 所以说是 有没有无所谓 开始我们都没打算说要小孩 毕竟我们都特别小 没想到 医生怎么说的呢 检查了以后 医生说 也太小 也检查不出来 但是也就是说 或许 他也不敢给你保证 说都是挺正常的 然后我们就选择 就是说 要了 结果等到回去检查完了以后 也许是我们不小心 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 感觉就 不对劲了 然后就第一个流产了 第一个没要成 这是第二个 对 这第一个没有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 就是痛苦 心情不好 然后我老公呢 老就是在我跟前开导 开导我说没关系 以后有的话咱们更好 没有的话也挺好的 只要说咱们两个 幸福快乐 生活一辈子就行了 然后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反正我姐都生下来了 人家都有了 反正我也不怕 那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既然结婚了嘛 作为女人 肯定就是说 想给她一个完美的家 然后有一个 我自己也都感觉 有个小孩 这样的家庭才算完美 但说起来容易 但怀起运来要遭罪的 但是我不怕遭罪 只要不管我 就是付出了什么 哪怕就是说 付出我的命 我都愿意 孩子生下来多大吗 生下来是四斤四两 四斤四两 对于你来说 真是不小了 早产是半个月 生下来以后 就是在那个 重症接护室 绑屋箱里边 绑了半个月 在怀台十月的 这十个月 每一次产检 对于你们来说 内心都是有一次惊慌 对对对 开始刚开始 我四五个月 intent Richt火 Econom 结束 今晚麻烦 你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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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因为做手势 喉咙不是擦了给管 然后把嗓子已经损坏了 然后我就出现了对发症 然后又是心脏也不好 肾也不好 又发生了一个急性左心衰 还不知道 反正就是发生了好多的那种对发症 现在好了是吧 直接就昏迷了两天两夜 才直接就退到那个重症ICU 重症接护室 那你还想生 现在孩子怎么样 你刚才心愿是说 需要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为什么 对现在孩子暂时是 就是说特别的正常 然后和童年的小孩都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就是我们出院的时候 医生说到两三岁的时候 再做一下全面的检查 毕竟我们是这种绣真人 如果说发生了早一点 尽早避免 对 尽早避免 要做深入的检查 对 现在多大了 现在两岁多 两岁多 一岁多 不到两岁 三岁之前要做一次 对 然后就是医生说 现在小 做不出来 等到两三岁的时候 没事 做一次 医生 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因为修正人 就是猪如症 很多时候是突变的 但又一部分是遗传 小孩是可以做基因检测的 其实我倒想跟你说 一个技术 就是在怀孕的时候 对胎儿进行检测 所以在怀孕一个月的时候 能测出来 那个孩子 是不是猪如症的发病之后 就那时候检测是最有效的 如果是的话 可以不要 要不是就可以生下来 当然了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帮助你那孩子 进行检测 谢谢 好吧 谢谢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呢 愿力祝你们圆梦 希望小女孩吧 跟你自己的孩子呢 一起都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谢谢 所以说啊 其实刚才你们俩 打动四位嘉宾的 对于生活的认真负责任 让他们感觉到 非常的钦佩 其实个子高矮 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 又或者是财富的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 一个专注而认真工作 或者是生活 又或者是爱人的人 总是有魅力 对 反正我就是特别想得开 你当然想得开了 在你们秀真人当中 他算帅的吗 别等了便宜 还买乖啦 好吧 你算是找了一好的 非常匹配 关键是有一颗爱你的心 你们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 好吗 这个孩子的事 早点去找他们 去做检查去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们 来 再见 谢谢 这对秀真人的夫妻 有比任何人都强大的内心 无论冒着生命危险 还是面对艰辛的生活 那份伟大的爱 始终支撑着他们 勇敢乐观地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